轻手培植一颗蒸泊或罗汉松会很难吗? 一直想要尝试做一颗却不知道如何开始 大家好,我是志平 今天我要做一些简单的示范 如何把这些小苗设计成弯曲的形状 这三颗是蒸泊 还有这三颗是兰里罗汉松 现在我开始示范一下这些简单的弯曲给大家看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铝线 这个是我采用8mm的铝线 把它直入在这个泥土里 然后我们要牢固它 我们会观察这棵树呢 它的原本的这个石身 它的一定有一点弧度的 OK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扎弯 弯曲扭转 OK,现在我们就是这样 OK,45度啊 我弯曲的时候 这些鸟肚 45度,呈现45度 看一下 这里 像这个呢 这个小小的枝条 我们也是要保留的 为什么要保留呢 等一下啊 好了,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不要把这些小枝条 它的那个枝条把它捆住 捆着 OK 现在我已经炸好了 大概是稳固了 OK 现在我们就扭转 扭转 来 现在看一下 扭转啊 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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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扭转 因为它有 顺势以及逆势的扎板 所以这个是属于 逆势的 所以我们就是转这样子 在转的当额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里的力 把它这个 这里 底部的 然后我们把它弯曲一些 这些呢 像这些顶部的这些枝呢 我们就是给它设定它 改天就会往 往上弧度的飘行 像这些呢 这些往下的我们剪掉 这些我们可以保留 大家看一下 这里 这个我们可以保留 我们可以保留这个 因为我们可以做多一个分支出来 就是说这个以后 这个树干大的话呢 这个分支呢 可以慢慢养它 给它续养它 给它另外呈现 另外一个弧度 这个我采用 这个的树参呢 它会比较 柔软一些 所以我采用 大概是7mm 牢固这里 这里要用牢固 手牢固它 扭转 扭转 其实要用到很多的那个力量 扭转 OK 看你要做一些怎样的速写 没有的话 我们在扭转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如果要做小盆景的话呢 它的圆圈的那个范围呢 它的弧度呢 就比较小一点 然后我们做出来的话 就是大概在那个弧度 就是可以配衬到 如果你要做成庭圆树的话 庭圆树的话呢 你的弧度就要放大一点 不然的话 你看它成长的时候 它就已经变成一些质感了 这些你看 这个也可以根据你改天 上来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这个弧度这样走 这些往下的我们把它剪掉 因为它没有帮助到 就是这里的枝呢 枝叶呢 小枝条呢 我们这里就可以去养 给它有两个的分枝 分枝杆 或者是三个的分枝杆 这颗呢 有两个枝条 两个分枝杆 这个弧度我是想啊 这里啦 我是想把它弯曲一点 弯曲一点 然后这个分枝杆是稍微 然后这里看怎样搭配 这里我们的树皮 要有一点空间 这里要有一点空间 这里 要 要有一点空间啊 保留一些空间 给它成长的 看到吗 现在挂到了一些皮 你看到吗 OK 我们就要保留一些空间 这里呢 然后我们找一些小 比较小的枝条 诶 小的铝线 大概是4.0的 OK 现在你看啊 现在要要 让它扭转了 OK 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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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多一点 弯曲 比较漂亮 你不能太过好像 有一 好像 底部啊 是一 好像自干的 然后再来弯曲 就没有这样的线条铁了 取线美 那个叫取线美 你看你看 你看 其实我的手 这里也是有 老铺住的 OK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颗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 看你要设定什么形状 两颗都是 取向都是比较 飘逸去 然后又 反转的那些 那些 那些枝 那些设计也可以 我们的这里的距离 不要太大 不要太近 不要太近 太近的话 它会啊 到时长大的时候 会好像 啊 那个弧度看不到 因为我们要假想它改天 长大的时候 是怎样的 然后这里的弧度 这里呢 改天 我们还可以再续养一只 好像 啊 给它 增添一些枝啊 比较美的枝 都可以 这些剪掉 有助于 帮助它赶快成长 这里的上面 上端的这些 赶快成长 OK 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 啊 像这类的 这种 酸干的 改天它成长的话 大概类似是这样子 带大家过去 你看 就是它以后啦 十多年后 它就会成长成这样子 OK 分支 这些分支 啊 我们 现在不是做一次就搞 就能完成了 就是每隔三四个月 你就要测出里线 再把这些树的 这些树的啊 慢慢设计出来 然后 它要设计的 你看 像这个就是第三 设计另外一个 小枝条 仰上来的 看到吗 你看大概的弧度 上面 啊 所以就是要时间 要时间 看到吗 真的是很大 这个弧度全面很美的 所以呢 呵呵 需要时间 去验证 现在我们来到 兰里罗汉松 首先我们去掉一些 这些就 这些杂叶啊 这些比较杂叶的 杂叶 好 多余的枝干 枝条 然后用这个底下 OK 这样这个呢 它有 它有两个枝条嘛 然后我会用 这个半曲这样子 螺汉松呢 它的这些枝条呢 我们不要太过 用力啊 因为它会比较 它比较脆 所以我们 要小心一下 看到吗 OK 一样 这些枝条 都是四十五度的 每一种 缠着这个树生 这里 是这些枝条 也是一样 在一样的部位那边 植入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选择的 看到吗 这个 这个枝 枝干 我选的比较粗一点的 那个 笔线 这里的话 用比较细小的 这些枝条 我们没有办法了 这里的弧度是刚刚好 你看它有一个弧度 它不是枝干的 它有一个弧度 然后我们把这里的 做这里的设计就好了 顶着 顶着啊 这里要顶着啊 用拇指 顶着 不然的话 它会 好 你看 这些不要的呢 剪掉 看 看到吗 然后我们这里呢 就是沿着我们以后的概念 向左向右都可以 看你要怎样子 这样子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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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点 要有一点 斜度 那种 好像是 底 然后在这里 看看 你看看 因为我们要给它一个距离嘛 以后它的那个弯度 会看得比较美 其实这些呢 都是很主观的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 本身的那些设计 扭转的 自己去 尝试 然后 到了一定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慢慢验证出来 它改天 形成的那种形状是怎样的 因为之前我扭 我也是从这种小苗开始的 OK 好 看到吗 这些呢 以后也是可以做成那种 小型的盆栽 或者是庭圆形的 都可以 在我们种植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你看 我们是可以用自己调整那些角度 OK 你看了不够弯的话我们可以调整的 不一定是这样子中啊 然后我们一定要摆上那个位置 不用紧 我们可以调整的 好 这个要养比较长一点 然后我们才在变化 现在来到第三个 来 看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种植也是可以 看到吗 好 不一定刷 不一定刷 一定要沿着这个 这个 它的位置 这样子 它就变成高挑一点 到时你也可以设计成那种 啊 好像是这样子啊 好像那种 小型的 大概是一扯多 两扯 只是要等待它的这个 枝条 出装 OK了 现在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啊 罗汉霜被扭去之后 它的那种形状 哦 这个是小颗的 这个的它的设计呢 改天呢 就是形成 要这样形成这样的形状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在 啊 填培的话呢 我们都是要用时间 慢慢的慢慢的 去设计它 希望 这次的 一些简单的示范 可以让大家 学习到一些 有关设计方面的知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 接下来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